他大骂美国总统,怒怼联合国秘书长,他铁腕执政,杀人如麻,面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指责,他怒骂其实妓女之子,面对西方国家的抨击,他立刻回怼,不要只玩嘴上功夫,他就是菲律宾铁腕总统杜特尔特,他在联合国里大骂,联合国秘书长潘吉文太愚蠢,在职位上一事无成,还声称自己要退出联合国,急得菲律宾外交部长连忙解释,总统先生说的都是气话,而在国内执政上,他也是将强硬延续 他遇到了极致,在竞选总统期间,他就曾对民众说,如果我坐上总统之位,我一定会杀掉所有的犯罪分子,事实证明,他也做到了,2016年,杜特尔特以超高的支持率,当选菲律宾第16任总统,他刚一上台,就立刻下令,对国内贩毒分子展开抓捕,抓到以后,就地枪毙,一个不留,他将生死权赋予警察和民众,任何人只要抓到贩毒分子,无需审判,直接枪毙,还能得到丰厚的奖励,杜特尔特的强硬手段,吓得菲律宾独 丢弃毒品纷纷自首,再也没有人敢在菲律宾的土地上贩毒,经此一战,杜特尔特赢得了民心,民众都称他为铁腕总统,可他的这一举动,却遭到了西方国家的抨击,他们以人权为由,向杜特尔特发起攻击,指责他乱用职权,对生命不尊重,而对于他们的指责,杜特尔特当然不会忍让,当时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对菲律宾的反毒风暴,提出质疑,杜特尔特直接回怼,菲律宾是独立自主的国家,没人能对� 菲律宾指手画脚,你美国最好放尊重点,别一天到晚的,就会甩问题发声明 他的彪悍,比普京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就是这样一位铁腕总统,对我国却是毕恭毕敬,他又与我国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点个关注,我们接着往下看 他怒怼美国,强调谴责加拿大,执政强硬杀人如麻,却对中国温婉和顺 2021年2月,中国运输机带着一大批新冠疫苗,抵达菲律宾机场 总统杜特尔特带领一众政府官员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当众向我国弯腰致谢,称华夏是个伟大的国家 菲律宾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从此杜特尔特开启了维护中非友谊的彪悍人生 面对他人对我国疫苗的质疑,他立即召开发布会,回怼中国生产值得信赖 而当美国向菲律宾承诺为其提供一千万剂新冠疫苗时,他却嗤之以鼻,立刻回怼 不要相信这样的假新闻,如果美国真想帮助菲律宾,请拿出行动,不要只玩嘴上功夫 可这还是他彪悍人生的冰山一角 2021年2月28日,杜特尔特又在新闻发布会上喊话美国 我已经宣布,菲律宾将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不会允许美国的核武器存放在菲律宾,并郑重警告美国 如果你们胆敢私自把核武器带到我们这里,我们会立刻终止访问部队协议 将你们的部队驱逐离开,可尽管菲律宾屡次让美国吃鞭 美国却还频频向其示好,但杜特尔特不仅不为所动,还多次在国际上力挺我国 菲律宾外交部长洛青,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加拿大 暗讽其无故拘押,华为千金孟晚舟的行为十分无耻,让人不禁疑惑 菲律宾只是一个东南亚的一个小国,为何杜特尔特敢怼天怼地怼老美呢? 这一切还与他的经历有关,杜特尔特的发言个个都惊世骇俗 菲律宾火山爆发时,他说要一抛尿浇灭火山 更是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数中指口吐芬芳 还高调声称德国有希特勒,菲律宾有我 他的人生经历之传奇,就连武侠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1945年,杜特尔特出生于菲律宾的政治世家,父亲是达沃市的市长 作为家中的长子,杜特尔特从小就被当做接班人来培养 可在他上中学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便明说的意外 从此杜特尔特性情大变,身边聚集了一群不良少年 他当起了领头大哥,带着这些小弟四处寻衅滋事 不愿看到儿子自甘堕落,杜特尔特的市长父亲 就将他送往了菲律宾的莱西姆大学 但进入大学的杜特尔特依旧没有消停,经常惹是生非 但被靠大树好成良 1977年,杜特尔特大学毕业,并顺利进入检察院工作 为了伸张正义,打击罪犯,他经常不择手段 在检察院工作的那几年,也彻底改变了杜特尔特的人生 1988年,杜特尔特正式成为达沃市市长 一上任,他就约法三章 不许青少年晚上在街上游荡 全是在凌晨后禁止卖酒,以及不能在街上随便抽烟 在他的治理下,达沃市一片祥和 2015年,杜特尔特向总统之位发起进攻 这年他70岁 2016年5月,杜特尔特正式当选菲律宾总统 开启了他的彪悍人生 对外强硬果断,对内也不心慈手软 对于他的执政手段,国际上一直争议不断 说他太过残暴 可在他的领导下,菲律宾的犯罪率年年下降 他也成了菲律宾民众心中最好的总统 2022年6月30日,菲律宾新任总统马克思上任 自此属于杜特尔特的时代正式落下帷幕 但他留下的传奇故事却并未消散 对于这位铁腕总统,大家有何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点关注不迷路,我们下期再见